对于日本政府抗议中国近日奔派公务团到钓鱼岛巡逻 美国国务院在9号表示关键事态的发展 并且与日本方面表持沟通 而美国方面还强调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特鲁多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正在与日本保持沟通 密切关注近日来中国派公务团前往钓鱼岛海域 美国也重申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 在观察这个情况下 我们和日本政府的关注关注 关于该关注重关注 �ί杰沟通 已经在1972年的 Witkinawa 出了 第五成绩的互动合作 我们并不影響于极尽租赛 凤凰卫视 王兵如 黄卓 华生顿报道